OK好 那局長跟我們講一下 整個案情好嗎 媒體朋友 大家好 本案 經本局 林彥芬局 以刑警大隊 結合刑事警察局 南部犯罪打擊中心 爭霸大隊 共組酸案小組 報請高雄地檢署 黃檢察官 正檢察官 指揮爭霸 本案的槍擊案主嫌 私信的犯罪嫌疑人 大致107年 08年 就有因為涉及到 槍擊 殺人 辱人的所案件 被警政署列為重要 緊急查刑對象 迄今已有三年多 犯嫌在犯案之後 當然就四處逃避 這個案子 經過我們專案小組 棄而不捨 足以釣業引貸 積極追伴 私信換錢 自知華安南逃 我們的兼閉親業 策略成功 所以今天下午1點30分左右 對我們的專案小組 循著引貸的釣業 足以檢視他的逃逸路線 在我們的大寮區內坑裡 這三區公墓附近 發現他已經自知華安南逃 畏罪自殺 在現場也取獲作案的手槍一把 本案整個相關的患毒集團 總共有理性 業性 患嫌六人為主的 經過我們從現場的勘察之後 在現場 總共取出Ketamine 成品309公克 另外 我們也利用針信技巧 突破新房 小以待 帶同理性 患嫌 在屏東萬丹 另外取出Ketamine 成品241公克 半成品1.35公斤 前案 我們會將這些已到案的共犯 建請檢察官 向高雄地方法院來生壓 本案 在我們專案小組 利用現場的勘察 科技的偵查 引貸的釣業 團隊的辦案 有效發揮團隊精神 所以能在21個小時之內 迅速追擊到犯嫌 已經幾槍畏罪自殺的一個狀況 本局一定秉持這種狀況 對於捍衛本市的治安 我們有決心 有能力 秉持著我們強勢 執法 治安 您容忍的一個策略 一起來守護 我們高雄市民的安全 謝謝 謝謝